月蛋节开了 亲爱的月蛋节开了 圣诞节就快要到了 一群在台湾的外籍人士特地前往乌来 打扮成圣诞老人准备礼物送给小朋友 有礼物可以拿到 跳完舞的时候会拿到礼物 第四季乌来圣诞艺演以及寒冬送兰活动 是由南岛文化交流协会 以及爱泰雅协会跟国际志工协会的成员共同主办 其中有一位美国人 母亲是乌来中至部落的泰雅族人 多年前母亲在博州奥兰多故事 让她决定去母亲朝思暮想的故乡 后来甚至定居在台湾 每年寒冬送兰的活动她也都会出席 不只是有回家的感觉 更希望让孩子每年都有不一样的圣诞节 志工们更是来自各个不同国家 喜欢援助民族文化的人 透过一起安排的活动彼此交流 记得按赞 打击有新的事物 来采访报道